鍾樹君議員 陳偉業議員 法會財委會桌上的二十幾項舉措 是能夠盡快通過 使得馬里醫院的重建 能夠如期進行 我們要去馬里醫院看病的病人 在馬里醫院日夜工作的醫護人員 他們有更加好的服務 更加好的工作環境 如果我們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 能夠盡快通過 使得我們七十萬個基層 對生活有更加好的盼望 我相信社會會更加和諧 如果我們現在做的種種 壓抑樓市投資投機 和海外的買賣活動的舉措 能夠盡快獲得通過 樓市會更加明朗 如果我們政府推出的種種 增加土地短、中、長期措施 供應的措施 能夠盡快通過 樓市會更加平穩 如果做不到這些事 如果做不到這些事 不是因為行政機關沒有提出這些建議 我們提出這些建議不是隨便兩三句說話 而是完完整整的一個方案 完完整整的方案 我在政府各個部門的同事 不知道花了多少個 做出來的一些完整的方案 來這裡接受大家的質詢 向大家作出解釋說明 然後希望大家通過 已經拿來的有二十幾行 但這二十幾行已經不可能在暑假 大家休假之前能夠獲得處理 所以其他呢 我們都未發過 如果我們不做好這些事 大家只想一個市民十分關心的問題 就是樓價和租金的問題 如果大家看到 政府做的 土地的短、中、長期供應措施 政府做的壓抑 樓市 主席 大家想想香港社會 接下來一、兩年的氣氛 會怎麼樣 所以 行政機關 已經做了行政機關該做的事 如果有人有一支魔術棒 可以將今天立法會裡面 塞車的問題解決的話 我相信外邊各個行業 無論是創新科技界 各個階層 無論是想買樓的 中產人士 或者等著上公屋的基層人士 又或者等著拿低收入在職 家庭津貼過70萬人 20萬個家庭 我相信他們的生活都會好過些 社會更加和諧 為何